吉安乡立图书馆荣获全县义务评鉴第二名 成了全县标杆学习对象 23号下午来自全县其他12乡镇市图书馆馆长还有馆员 都到了吉安乡 透过经验交流要强化并提升馆社的多元价值 馆长杨惠美花了30分钟导览解说 让其他乡镇市了解到吉安乡立图书馆的营运情形 也分享了他们结合社区 节庆故事绘本及叶数图书馆等多元创意办理的大小活动来进行交流 吉安乡是我们过去在执行一个花东基金的花莲县公共图书馆的优质化计划里面 成效最好 然后第一个开馆的 开馆之后 它把整个乡的阅读力提升到全国第一名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所以我们今天带领了我们13乡镇图书馆的伙伴们 来这边参访我们的吉安乡的图书馆 那除了就是参访整个图书馆的环境改善 以及这个阅读力的提升的这样子的一个观摩 然后希望我们的13乡镇图书馆都能够跟上这样子的脚步 然后一起提升我们整个花莲县的优质化的计划 吉安乡的人口数将近有8万4千人 不过长书却只有6万7千多册 乡长游淑珍希望透过多元方式将永书率提升到100% 也透过分零分种的空间规划还有活动服务 让吉安乡立图书馆可以成为社区民众休闲及阅读成长的最佳场所 谢谢我们花莲县文化局今天带来了13乡镇 我们共同在公共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 来到吉安给我们一些指导跟跟我们经验作为一个分享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吉途在努力学习的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求求大家在执行上的经验来驿注吉安更火化 也希望大家带来更好的建议让我们的吉安的吉土 能够作为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改善 为了让长书更加丰富也满足民众的文化需求 相公所足的编地经费扩充补足更多的馆内长书之外 也积极争取在地企业合作捐赠购书基金 希望可以打造出教育生根还有推广阅读的原地 同时也带动地方的文化发展 解释力情简想报道